大家好我是歐斯瑞的Derek 那今天要来教大家使用亚马逊的收益计算器 亚马逊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他提供的人们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面去贩售自己的商品 那针对你贩售的商品 亚马逊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在亚马逊上面贩售你的商品赚钱的话 就可以使用今天我教大家的这个收益计算器 来评估亚马逊到底会对你收取多少的费用 来做一个贩售钱的比较 那很简单我们首先要打开两个网页 一个就是亚马逊的网页 搜寻产品 第二个网页就是我们要来到亚马逊收益计算器的网页 那他的原文叫做Amazon FBA Calculate 那我们通常在第一个 因为这个很多人用 所以搜寻量很大 对这个就是亚马逊的收益计算器的页面 那刚刚有提到说亚马逊针对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费用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各个产品的类别处理方式不太一样 可能收费的比例也会不一样 通常是7%以上到25% 那可能大部分的产品会落在15%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预估的话 你接下来找的产品 预估的产品就要跟你想要贩售的产品是在同一个类别的 那这样子待会得到的数据才会比较精准 接着呢我们来到Amazon的网站 那找寻我们想贩售的产品要同类型的 用以篮球为例子 那找到了篮球的产品页面 往下拉 在产品细节的部分有一个ASIN 这就是亚马逊的产品编号 我们将产品编号复制下来 并且回到收益计算器 去找寻产品 那特别问你要搜寻的产品是哪一个 我们刚刚看的是这颗篮球 基本上选载科应该没有差 因为产品种类一样都是属于篮球 尺寸大小应该都是类似的 那接着 接下来找到这个产品之后 在这边待会的计算部分 就会依照这个产品的类别 去做一个收费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要先找到 你想要贩售产品的类别 然后才做一个初步的估价 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在左边栏位 右边栏位的差别是 左边的方式是你 你自己或是你的公司 或是你的员工 去做一个产品的管理 那你可以将你的时间成本 一些换算成金钱 然后输入各个栏位 去做一个比较 那右边的栏位是 将把你的产品交给亚马逊 管理系统 他会帮你做仓储 一样出货管理 然后还有货运的动作 在这两边可以做一个比较部分 只是你如果是你要自己 自己运送的话 你这边的费用 你必须要先做计算 才有办法 比较 比较 去没有栏位 是因为待会你的价格输入完 他自己会依照这个类别 挑出来相对应的收费方式 那今天我们贩卖这颗篮球 我们以15块为例 量大概是台币450 那这边的价格 我们放自己卖的话 可能卖13块 运费算2块 这边都是买家要付的 我们这边这一样的条件 都是15块 那下面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做评估的话 可能这边要做个细算 我们今天先以1块为单位 这边是处理订单的费用 我们是算1块 那这边都是假设的 如果需要细的话 可能需要经过细部的计算 那这边人事费用 我们也算1块 外运费也算1块 然后这边是有重量处理的话 我们也算1块 那这边是仓 亚马逊的运送费用 这边左右都有 因为我们通通必须 把商品运送到亚马逊 那在这边先讲的是说 如果说你的产品 一次运能量大约50个的话 那可能会花比较多的金钱 那在这边计算的部分 是这边各个栏位 都是以一个单位下去做计算 如果你今天产品是篮球的话 代表说 你这边要输入的栏位 就是以一个栏球 它会耗掉你多少运费 并不是全部的运费通通算在这里面 都是以一个单位下去做计算 这边大家 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那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是 这边是顾客服务 那这边就是假如说 你订单送出去之后 可能会有个退货换货的服务 那你这边处理订单的话 你会有人是费用产生 那如果是交易亚马逊 这边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这边是对于商品的话 亚马逊有一定的产品包装 以及那个编制在 那这边会收取一定的小金的 那接下来说栏位都填完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计算的部分 那先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 亚马逊管理的好处好了 如果你将你的商品交由亚马逊管理的话 那你就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时间 你可以付出较少的金钱 然后亚马逊那边 会做帮你做一个 做你的产品做一个适当的管理 他可能会根据产品的分类 帮你分好 并且提供仓库帮你储存 当你的产品在网站上销售出去的时候 他们的员工就会自动去 把你的产品调出来 做包装做运送 这些通通你都不用处理 你只要负责把商品拿给亚马逊 接下来部分他全部都会帮你处理好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你以及你的员工就是非常的省时间 你们可以把时间省下来 然后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管理产品这个其实耗时非常多 但如果亚马逊亚马逊产品非常多种 那他管理起来 因为他已经有非常庞大的管理系统 所以他管理起来比较轻松 比你自己处理还要快速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去按下计算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 刚刚要算的一些亚马逊会收取的费用 我们来看 在产品的部分 产品这边是买家付的钱一样都是15元 那成本的部分我们来看 这是亚马逊的判登的费用 一样都是2.25元 那这边是订单处理费用 亚马逊在这边并没有收取费用 但是在人事费亚马逊收了4.05元 那在重量的费用亚马逊收了3.54 以及仓储的部分收了0.3元 那如果仓储你的产品在30天内 会有卖出的话 这边的产储费用就不需要 就不会产生了 那接下来我们总共的成本可以换 看到这边是花了11.34元 那这边有图标显示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收取的金额是3.66 那相对于左边是5.55 但是在这边的成本的费用 我都是一个假设的方式下去算 有可能你这边算出来 下面的金额一定还会有再有变动 那基本上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计算的部分 那你可以透过更多次的计算 来更精准的分析 你在这个产品要在亚马逊上面贩售的话 到底会赚到许多少钱 会赚钱还是不会赚钱 那如果会赚钱的话 那他会赚多少 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透过更多次的数据 越多的数据 我们可能获得的成果成果是越精准 OK 那今天就示范到这 那如果以上关于Amazon 或者是其他手绮计算器 还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询问欧斯瑞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